大家好,我是Shan 2023年8月15日早上6点左右 韩国全罗南道木普市的一处商场中 某餐馆的服务员在卫生间内发现了一名已经去世的女子 她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女主人公 当时30岁的朴素贞朴女士 被发现时朴女士抱着马桶 脑袋几乎完全进入到了马桶当中 除了鼻子有出血之外 其余部位没有明显的外伤 看上去就像是在呕吐的过程中 因为窒息而去世的 很快急救人员在接到电话之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他们对朴女士尝试了心肺复苏 但并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可他们在朴女士的身上发现了两点奇怪之处 第一 她的颈部有一处并不明显的伤痕 像是遭遇顿气压迫之后留下的 这或许是她去世之前经受攻击的证据 第二 朴女士当天穿着的是一条连衣裙 但她裙子里面所有的内衣却全都不翼而飞了 这并不是正常的现象 因此急救人员选择了报警处理 警方在赶到现场之后很快确认了 朴女士的去世是一起刑事案件 而不是意外 而后通过调取前一天晚上 商场以及案发餐馆内的监控录像 警方第一时间确认了谋害朴女士的嫌疑人 她就是和朴女士交往了两个月的崔某 首先商场的监控视频显示 8月15日凌晨1点左右 崔某带着朴女士进入了商场的一家商店当中 此时两人的关系看上去还是如交似漆的 崔某还突然拥抱并亲吻了朴女士 但在一个小时之后 当两个人一起离开商店时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崔某和朴女士看上去都非常不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期间 崔某还一直用粗野的动作 尝试将朴女士带向一家旅馆 但遭到了朴女士态度明确的拒绝 最终两人去到了商场中的一家餐馆用餐 也正是在这里朴女士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而餐馆的工作人员 对于突然到访的这对情侣 印象也是十分深刻 根据他们的证词 在两人用餐期间 朴女士一直对崔某强调 称自己想要快乐 但崔某并没有做出回答 随后凌晨3点22分 朴女士离开座位 去到了卫生间 崔某也随即起身 追到了卫生间 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 只知道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回到座位 而3点30分 餐馆老板也上了一次厕所 根据她的说法 在她上厕所的过程中 她两次看到朴女士的脚 从隔壁的隔间翻过 但随后又被拉扯了回去 警方据此合理怀疑 崔某在这个时候已经谋害了朴女士 此时朴女士的身体 已经完全由崔某掌控了 这之后直到3点50分 崔某才单独从卫生间出来 并在前台结算了她和朴女士的饭钱 据说这时候的崔某满身大汗 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汗臭味 给收银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截完账之后 崔某再次返回到了卫生间当中 这一次她独自在里面 足足待了一个小时40分钟 直到早上的5点29分 才从卫生间的窗户完成了逃逸 10分钟后 崔某再次返回 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 随后彻底的离开了 崔某不曾想到她的这些行为 被附近的监控录像完整捕捉到 成为了警方为她定罪的关键证据 而警方在确认凶手是崔某之后 惊讶地发现 30岁的崔某不仅外形条件出色 身高超过1米8 体格高大健壮 而且履历也特别优秀 她本科毕业于大邱某大学的体育系 毕业之后 先是进入到了特种部队服役 而后更是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海警军官 很明显 崔某在普通人看来 是拥有光鲜职业的人 被很多人尊敬和羡慕 她为什么要谋害自己的女朋友自毁虔诚呢 又为什么在作案前后有如此多怪异的行为 为了弄清楚所有的疑问 同时避免凶手崔某畏罪潜逃 警方迅速向法院申请逮捕令 随后对崔某展开了抓捕行动 他们发现 崔某在案发当天完成犯罪之后 便打车来到了工作的海岸警卫队 更换了随身衣物 接着在上午9点30分离开了工作地点 此后就再也没有公开泄声 好在他们通过周围附近的监控录像 追踪到了崔某的踪迹 并于8月15日下午4点左右 在距离案发现场仅有两分钟路程的一家按摩店中 将一丝不挂的崔某当场逮捕 据说当时警方询问了按摩店的老板 崔某是否在店中接受了特殊服务 老板含糊其词地表示 崔某是第一次来 进门之后明确说了不需要特殊服务 但他也不知道崔某最终是否接受了该服务 由于崔某被逮捕时是一丝不挂的 警方认为按摩店老板这是间接承认了崔某的买春行为 被逮捕之后崔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公认不会 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不是故意谋害朴女士的 而是因为二人在商场中发生了争吵 在这一过程中 朴女士批评了她的语气和态度有问题 这让作为海警的崔某感到非常不爽 于是她尾随女友进入到了卫生间 对其进行了殴打 并紧紧勒住了她的喉咙 没想到竟然会导致朴女士去世 意外谋害了女友后 崔某感到非常害怕 因此在卫生间待了很久 这时候的崔某害怕因为自己长时间不结账 餐馆的店员会进入卫生间寻找自己 导致女友的身体被发现 于是她便中途回到了收银台结账 为自己赢得了处理朴女士身体的时间 最终在将朴女士的身体伪装成呕吐窒息的样子之后 崔某才选择了逃跑 逃跑的过程中 她还删除了自己所有的社交帖子 并将社交媒体设置为私密 这些做法完全是因为 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迷茫和恐惧 那么事实真的如同崔某所说的一样吗 要知道 故意谋害和过失谋害 在犯罪性质和量刑标准方面 都有着巨大的差别 如果崔某真的是无意间谋害了朴女士的话 那她最终所得到的刑罚肯定是相对宽松的 这是受害者朴女士的家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还好警方在经过调查之后 用三点无可辩驳的理由成功拆穿了崔某的谎言 第一 根据医务人员在现场的检查 朴女士在遇害之后裙子里的衣物都不翼而飞了 而结合崔某在监控中 多次想把朴女士带去旅馆开房的行为 推断崔某很有可能是因为想要强行发生关系 遭到拒绝之后恼羞成怒 随即谋害了朴女士 在这之后 崔某又在案发卫生间前后 待了两个多小时时间 警方合理怀疑 崔某在这段时间中 甚至也有可能对朴女士的身体进行了相关的行为 第二 如果崔某是在打斗过程中无意谋害了朴女士 那么他理应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 来抢救女友的生命 可崔某不仅没有这么做 而且还故意将她的身体摆弄成了 扶着马桶呕吐的姿势 试图给警方造成朴女士是意外去世的假象 这完全说明 崔某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谋害的女友 第三 警方走访调查了朴女士和崔先生身边的熟人 对崔某的性格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首先 朴女士的朋友透露 崔某和女友在案发前大概只交往了两个月时间 刚开始 崔某对朴女士关心备至 让朴女士和她的家人都误以为她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可后来随着两人逐渐熟悉 崔某就暴露出了她令人担忧的控制欲 比如 她经常会在女友上班时来探访她 目的是为了了解朴女士的一举一动 而在她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出海执勤的时候 她也会执着的一直打电话给女友 希望掌握朴女士的所有行动 更加无语的是 崔某还对于性爱有着过分的痴迷 据说她每天都会缠着朴女士发生关系 有一次因为朴女士的例假来了 而无法满足崔某的需求 崔某甚至还委屈的哭了 这一点和她在案发当天的表现十分的相似 当时崔某不仅迫切地想要和女友开房 而且在作案之后还去到了按摩店买春 这说明崔某不仅自制力低下 而且还非常容易被欲望控制头脑 意识到这一点的朴女士 在案发前曾发短信给自己的一位朋友 表示崔某有可能会在以后伤害自己 所以她决定和崔某和平分手 这是唯一的选择 未曾想朴女士因为各种原因 还没来得及提出这一点 就被崔某给谋害了 而崔某这边 虽然她的同事和军校的同学都坐证表示 她平时是一个热爱海警工作 并且对上级领导非常尊重的人 但她更早期的同学 却对她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说崔某的性格暴躁 读书时和同学一起踢球 如果有谁踢得不好 崔某就会直接上前去打骂她 如果有人敢劝阻她的话 那么也会一起受到打骂 而据崔某的另外一位熟人说 崔某之所以和她的前女友分手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她经常因为一些小事 而对前女友发脾气 甚至还会因为各种的理由 而发疯哭泣 因此崔某的前女友及时离开了她 而在和前女友分手之后 崔某还曾经邀请朋友 和她一起前往特殊场所买春 理由是自己是单身 需要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有以上这三点信息不难看出 崔某是一个有着暴力倾向 同时又没有完全摆脱心理幼稚的健壮男子 而且对于男女关系 有着过分的痴迷和控制欲 因此警方认为 崔某是因为欲望驱使而失去理智 最终谋害了女友朴女士 这一结论得到了检方的认可 经过审理 检方寻求对崔某判处无期徒刑 并强制她佩戴电子铰链15年 可在2023年12月21日的法院一审中 广州地方法院木浦分院 却没有采纳检方的意见 最终只是以谋害罪判处了 崔某25年有期徒刑 以及5年的缓刑 在缓刑期间 崔某必须每天佩戴电子铰链 并被禁止在晚上11点至早上6点之间外出 法院的判罚一经公布 马上引发了受害者 朴女士家人的严重不满 朴女士的哥哥对媒体表示 这是对凶手崔某的优待 因为抛开缓刑不说 崔某将来出狱时 也才年仅55岁而已 还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 而朴女士的生命 却永远停留在了30岁的夏天 这完全不公平 而更加不公平的是 崔某竟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人生中 受到令人难以理解的优待了 在参加海警就业资格考试之前 崔某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公司发布的 和陌生女子发生关系的男性招募贴 她便向对方发送了自己的照片 以及健康检测报告 以申请成为这个幸运儿 后来崔某的申请顺利通过了 她便在2021年5月到11月期间 四次前往韩国大丘等地的旅馆 帮助这家公司拍摄了用于盈利的不雅视频 随着该公司将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后 崔某的罪行也被公之于众 于是她在2022年1月被起诉 并最终被判处了100万韩元的罚款 按理说拥有如此瑕疵的人 不应该被聘为韩国海警队伍中的议员 因为海警的招聘 一般都会检查申请人的犯罪记录 但韩国警察官员法认为 只有那些被判处缓刑或者以上刑罚的人 在文件筛选过程中才会被取消资格 而崔某只是遭遇了罚款而已 因此在资格审查时被认为不存在重大问题 她就这么如愿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海警 而后来正是因为得知了崔某的海警身份 所以朴女士的家人才会鼓励她好好和崔某交往 因为他们想当然的认为 作为警察的崔某肯定是一个不错的好人 万万没想到 这个被他们给予信赖的家伙 其实是个道德水平无比低下的混蛋 所以回顾整起案件 很多人觉得朴女士的家人固然有自己的问题 但忽视了崔某道德瑕疵 而将其纳入到海警队伍当中的海岸警卫队 应当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他们当时更加严格仔细的进行资格筛查 那么或许崔某就不会拥有一份 在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工作 以此来获得朴女士家人的信任 那么他也就不会有机会去谋害朴女士了 总之通过朴女士的悲剧 希望以后大家在寻找男女伴侣时 都能够更加的擦亮双眼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请记得给我点赞加订阅 我是桑 我们下期再见